现在关注到的是 以色列在20号空袭了大马士革的市中心移动建筑 造成5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的死亡 有序观察家又认为 以色列的进攻将会使得抵抗轴心 特别是伊朗会做出强硬的回应 而以色列这次的行动的主要目标 就是要企图扩大区内的冲突范围 迫使美国直接陷入到冲突当中 来看一下我们驻大马士革记者发快的报道 以色列再次空袭了大马士革境内的目标 20日的空袭导致了5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有许专家相信从现在起 以色列与伊朗的相互针对 已开始进入公开的阶段 而以防发动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 是企图扩大区内的战争 来迫使美国直接进入冲突 这次国陷入了一个大战争 下述的情况下 假如这种情况下 在一种情况下 在一种情况下 和美国和美国建计的核心 来自以色列业和美国的领导 从中心中的施展 在这种情况下 在一种情况下 或者一种情况下 或者一种情况下 或一种情况下 或一种情况下 和一种情况下 修正的表现 在美国建计上 在美国建计的行動中 在美国的美国建计上 准央充得了 在美国建计上 和美国建计上 在此次 以色列对达马斯克 发动新的针对行动后 有些观察家认为 去年的抵抗力量 已立即开始 对这次事件 作出回应 包括一弹道导弹 射击了在伊拉克的美国 爱因阿萨的政治基地 之后去年的抵抗力量 也将会增加 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一些 目标的针对和实际行动 提供的夹抗力量 突然之后 这次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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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方向的 是在任何方向的 是在美国或是在美国 或是在美国 我认为这次 这次的爆炸 在勞弹力量 在勞弹力量 也会增加 在勞弹力量 在勞弹力量 在国际党的 中央党的 所以今天 我认为 如果没有 在勞弹力量 到复杰 在勞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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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次的爆炸 在勞弹力量 这个爆炸 就会变成了 一种爆炸 之间 对于 中央党的 和中央党的 中央党的 中央党的 迫使美国直接陷入这一冲突 而去年的抵抗力量 一定对这次事件 做出合适的欢迎 法委说 阿萨巴斯 修理尔 达马什克报道